大家好,我现在来帮你们介绍这一套书 这一套书我非常爱哦 我跟你说,它有12本 那它是属于桥梁书 可是呢,其实看起来很像绘本 它里面写的故事都非常温馨,非常可爱 然后看到我的三岁的会感动到有点流泪这样子 这是小雪人,里面画得很可爱 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算桥梁书 不过它字是蛮简单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念 它这边说,雪下个不停,一年下了好几天 跟你们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兔妈妈要出门办事 说不能带着小兔子去 小兔妮妮吵着和妈妈一起出去 兔妈妈说好孩子,你不能跟去 然后兔妈妈呢,给妮妮堆了一个小雪人 有小雪人陪着妮妮,妮妮心里很高兴 妮妮跳舞给小雪人看,唱歌给小雪人听 小兔妮妮玩累了,想回家睡午觉 屋子里真冷,赶快把壁炉 壁炉里的填些财吧 他们在这边填财 填财这种字呢,平常在家里不会讲,尤其在美国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套书的 反正他就去填财 后来就睡着了,然后火烧起来咯 他这边说,火越烧越旺 越烧越旺 那我那时候三岁的就问啦 越烧越旺是什么意思啦 这里面就是突然丢几个就是词啊 或是成语啊 然后简单的,你这样可以跟小孩子去解释一下 不会太多,因为太多的话 他们就,就是念书的时候就会没有兴趣了 反正这个妮妮呢,就睡,一直睡 都不知道屋子烧起来,哎呦怎么办呢 着火了 着火他还是一直睡 突然雪人说,啊,完了 看到屋子着火了,我要进去救妮妮 他就进去救妮妮啦 他说妮妮妮妮在哪里 小雪人急着叫 进去了以后呢 发现妮妮还在睡觉 把妮妮给抱出来 很温馨 妮妮得救了 在这时候我的三岁的就非常快乐 说妮妮安全了 然后这边有了一句 讲了以后,我的三岁的就开始那个眼眶开始红红的 她说,可是小雪人却融化了 浑身湿答答 这时候其他的生灵的动物就过来一起救火啊 救完火了以后,当然房子就没有火 可是也少得烂七八糟的 兔妈妈回来了,很感激大家 她们大家都问 奇怪了 我们没有救妮妮到底是谁救的呢 妮妮说 一定是 一定是小雪人 你看她的帽子都烧焦了 妮妮看着雪地说 你看 妮妮有一滴眼泪 后来她说 可是小雪人不见了 她说不 小雪人还在 她只是变成很轻很轻的水气 飞到天空里 变成一朵美丽的白云 很可爱 对不对 反正 这本是我现在三岁的那个最爱念的 念一念念一念 自然的这些字也统统都学会了 我觉得啊 读书或是学中文最重要就是自己喜欢 那这一系列有十二本 每一本 故事都很可爱 春天在哪里 夏天到重重飞 六个矮儿子 反正很多 还有一件事就是 现在 在大减价 本来一本要128元 现在一本只要90元 所以想买的人要赶快哦 博客来线在大减价 你看里面啊 他们画的都非常可爱 很适合小孩子自己读哦 我觉得平常的绘本啊 就是写的 有的时候写的实在是很复杂 而且字又小 这里面的字很大 然后很容易念 画的也漂亮 动物画的也可爱 我很喜欢这种字看得很清楚的这种书 因为我三岁可以自己读 自己读就表示不需要妈咪陪在旁边读 所以妈咪会很开心 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 萝卜回来了 给你们翻翻看里面的图画 字 它很容易翻一翻翻一翻故事就讲完了 然后故事自己念自己看得懂 然后不会的词偶尔去就是拉拉你的手 我闻闻说妈咪这什么意思啊 要不然自己都会看得懂 然后可以就是练习 重复练习几个字几个词 这样子很快的中文 每个字都会念懂了 这套真的很可爱 适合三到五岁吧 其实我的五岁也有在念哦 它只是没有像我三岁的这么感动 所以我觉得 三到五岁之间 那他们是说敲凉书是五岁以上的在读 美国孩子可能比较成熟一点吧 所以这么可爱的故事 我觉得三到五岁读 其实也读得懂 那五岁当然可以自己读啊 那如果在学字的话是可以啦 就可能不会像你的三岁的 或四岁的这么的感动 好 介绍完毕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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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